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那个风云变换的年代 有这样一个美国女记者很另类 她爱苏联 爱共党 超过了爱自己的国家 她还为共党写了很多篇 扭曲事实的报道文章和几本书 因为她是被大众称作 无冕之王的记者啊 过去人们都很朴实 相信记者有职业操守 不会瞎搞胡说 不会像如今大国的党媒那样 结果这位女记者主动开先河 欺骗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无数人 特别是那些按照文明价值观 判断人类事物的聪明脑瓜子 可后来呢 她在苏联活动的时候 不知道怎的 却被神经质的克格勃盯上了 最终被苏联老大哥 以间谍的罪名驱逐出境了 没办法啊 杨五毛拧了劲儿的脑筋 也是很不好扭回来的吧 这女人只好选择额爹的干儿子 黄额中共作为她后半生的靠山了 连肉身也搬来中共国 作为自己后半辈子的永久居住地 山哥看呢 她应该算是最早冒傻气 移民中共国的屈指可数的 几个左派老外之一吧 她冒的最大的傻气 是在文革初期加入了红卫兵 成了加入红卫兵的外国凤毛麟角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 她竟然发现自己在黄额的地界 失去了安全感 熟悉共党黑史的看官可能猜到了 这女人的名字叫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这位虽然在她的母国美国是早就沉底了 可是在中国上几辈老人家的脑子里 那可是大名鼎鼎啊 年轻的看官您往下听 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洋女人会在中国有名了 斯特朗1885年11月 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弗兰德城 他190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名校啊 23岁就获得了比较宗教学的博士学位 山哥呢查了一下 这门学问大约是归在哲学类别吧 所以很多资料说他是哲学博士 不管什么博吧 应该说他是够聪明够努力 早年呢 他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和工人运动 并且在西雅图工会记事报当了编辑 也做些采访的事 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政变 深深的吸引了内心躁动的斯特朗 他兴奋地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布尔什维克的资料 还把资料刊登在了西雅图工会记事报上 后来呢 让这家报纸成为美国第一家支持苏共的报纸 斯特朗也由此走上了亲共道路 到1921年 斯特朗带着对美国左翼的失望情绪 随同美国贵格会来到苏联的福尔加河地区救灾 这之后 斯特朗担任了铸莫斯科的记者 并向西方媒体发表了自己第一批有关苏联的文章 主要内容就是赞扬苏联的建设成就 根据他的同宗侄子特雷西·斯特朗的研究 安娜·路易斯从来没有写过斯大林的政策变化情况 或者是加密涅夫和基诺维也夫的世界观和总路线有什么区别 所有其他的西方记者都曾经描述过这一点 而安娜·路易斯描写的只有生活 比如如何在莫斯科租房子 各位可能会奇怪 这位白左人在苏联 不可能不嫌老大哥的政治正确吧 别急 他的世界观肯定会让他憋不住的 但他也是有记者眼光的呀 了解苏联是有个过程 特别是他再怎么爱共产党 您别忘了 他毕竟骨子里是美国人 再怎么说服自己亲共 还是免不了他要尝到苏维埃的社会主义铁拳 您接着听啊 斯特朗本来很爱苏联 所以在苏联一住就是二十年 人生几个二十年 1932年他甚至和一位叫乔尔苏宾的苏共党员作家 结了婚 为了帮助苏联 斯特朗还亲自组织大批美国专家去苏联观光洗脑 他这些努力让老大哥很受用啊 于是在苏联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斯特朗创办了苏联第一份英文报纸 莫斯科新闻报 主要读者正是美国的专家阶层 因为他干得好 身为主编的斯特朗 也因此可以自由地出入克里姆林宫 包括可以经常面见党魁斯大林 和他讨论苏联报纸杂志的社论什么的 不过呢 即便能平堂领袖办公室了 就像后来大国宋小妞唱着小杯楼 举着红卡平堂中南海 但是这位美国大妞斯特朗 还是没能摆脱贼精精的苏联审查制度 因为他曾经期望将莫斯科新闻报 扮成具有美国风格的英文报纸 那哪行啊 暴力夺权的老大哥 危机感是如影随形 是不容任何和平演变的西方思维方式 成为威胁地 哪怕你斯特朗号称爱我们 还睡在了我党党员的枕头边 于是呢 审查给斯大妞带来了不少麻烦 尝到苏联意识形态铁拳的滋味之后 斯大妞不得不跪低 自审自查 把莫斯科新闻报最后办成了苏联式的报纸 这多少让斯特朗对苏联式有些失望啊 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1925年 斯特朗首次访问中国 突然发现 蒋总国府的志向没什么禁忌 共党是到处搞暴动颠覆 还能随便办报 这一下激活了他在苏联被压抑的本能 他开始不知疲倦地啪啪揍 在北京呢 他接受学生邀请发表演讲 介绍苏联的情况 在内蒙 他采访了冯玉祥将军 在汉口 他见了北洋军阀将领吴佩芙 到上海 他又见到后来成为共产国际地下党员的 孙中山遗孀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 他还去广州报到了省港大罢工 采访了煽动暴动的共党领袖苏兆正 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来到中国 正值国民党发动青党运动 斯大妈先是去武汉报到了共党策动的工人运动 之后他又深入湖南农村 配合报到共党老毛们发动的农民运动 然后他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 大赞共党暴力革命 而对工人农民运动背后的残酷血腥 斯特朗或者是刻意隐瞒 或者是有意忽略 您说 很多一辈子都没来过中国的美国人 和其他英语世界的读者 基于他的美国记者背景和熟悉的西方叙事方式 看了他赞扬共党的书 不相当于在白花花的脑回路里抹上红通通的一笔吗 斯特朗第三次来中国是在1937年的年底 中国人民和蒋总领导的国军 正面战场浴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 已经全面打响 斯特朗经香港进入内地到达武汉 他亲共嘛 之后就又转到山西去了八路军总部 采访朱德等领导人 一下就被共党虚伪的抗战口炮和花架子所感染 赶紧写了要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发表 他在书中还得出了 共产党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 他们不奸淫裸掠 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 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 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 这个结论 第二年的春天 斯特朗回到了武汉 见到了周恩来 邓颖超夫妇 同年三月 斯特朗回到美国 到1940年初 斯特朗第四次来到中国 这也是他抗战八年中第二次来中国 在重庆 他和周恩来就局势进行了多次长谈 据说 他在和周恩来第一次交谈的时候 周说 最近两年来 蒋介石的将领们和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加剧了 大概就是指晚南事变前后 国军不堪共军骚扰不断反击造成的冲突 我们七十大官在之前的三集节目里 全面披露过晚南事变真相 和叶挺 象英等人的密料 不了解这段真实历史的看官 可以去翻看啊 大家知道 老周呢 不仅是共党一门大口径的口炮 当时他还利用蒋总容忍的合法身份 在国统区报纸上高呼什么 千古齐渊 江南一夜之类的 混淆视听 往国军头上扣屎盆子 这货呢 还是一个大特务 这里就说个周恩来利用斯特朗 理应外合的特务业绩啊 在斯特朗采访他的当时 他塞给了斯特朗一些共党文件 还悄悄嘱咐这个斯大妈 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 要等我烧信给你啊 同意你这样做的时候再发表 您看老周像不像共党间谍片里的特务头子 给杨下属发布密令啊 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1942年2月初 就是晚南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 正在回美国途中的斯特朗 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属名航空信件 内称 发表你所知道知事的时机已经到来 您听这像特务接头的暗语不 信封里边还装有共产党人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 还有所谓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 声明列举出了重庆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纳粹 对法西斯周星国的十五点阴谋计划 咱频道的资深看官都明白啊 共党周恩来们颠倒黑白的本事 够得上史诗级了 可斯大妈怎么做的呢 他接到老周指令 立马通过朋友将上述材料发表在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上 一下就混淆了国际视听 这俩配合的这叫一个默契 抗战结束之后 斯特朗搭乘美军飞机1946年第五次来到中国 并且马上就去了延安 在延安呢 斯特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还对老毛做了采访 老毛名句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就是在和斯大妈谈话中提出来的 毛还在他的讲话中多次重复 斯特朗为毛的口才折服 一举被骗成了毛粉 自然同时就失去了哲学博士的思辨能力 采访结束的时候 斯特朗激动地表示 我认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谈话 我会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 传回美国发表 不久斯特朗的采访就传遍了全世界 毛的指老虎说也广为人知 1947年初 国军进攻延安之际 共党只得暂时放弃延安 斯特朗没辙 也被迫离开了延安前往上海 临行之前 老毛老周等肥手 希望他将亲眼所见传递给世界 问题是他语言不通 看到的表象也不过是共党安排 希望他看到的罢了 后来他离开中国就又去了苏联 据苏联媒体报道 1949年1月 斯特朗和莫斯科新闻报主编 曾经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 在苏联同时被指控为了美国间谍 他俩一同被克格勃逮捕了 关押到了卢比扬卡地牢 六天之后 斯特朗被以从事间谍和颠覆苏联活动的罪名 驱逐出境 据说那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 他被驱逐的真正原因是苏联当局不满 他与中共和毛泽东紧密接触 包括和中共高层的接近 苏联对他的这个指控到1955年被撤销了 那个时候斯大林已经挂了赫鲁晓夫在任 不过斯特朗不忘初心 没理睬苏联人放他的时候的警告 回到美国就继续利用一切机会 给向美国人介绍他所看到的共党和中国 斯特朗后来还撰写了 《中国人征服了中国》一书 记录了国共内战期间 他在延安等地的经历 斯特朗最后一次来华 是中国沦陷到了共党之首的1958年 这个时候冷战已经开始 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 亲共的斯特朗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斯特朗就决定前往中国 但是美国政府以他自始至终都一贯是现身于 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份子为由 拒绝发给他护照 斯特朗不服就和美国政府打官司 还赢了 到1958年他拿到了护照 于是斯特朗启程第六次来中国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73岁的私奶奶了 而且健康状况欠佳 但是他还是没闲着 他先决定定居北京 然后再次充当起了共党的外宣工具 这期间他创作了歪曲事实的中国为粮食而战 西藏建文 西藏农奴站起来等书 还满怀激情的编写了中国通讯69篇 不断的向世界发出共党期望的报道 共党看这杨老太太还真是好使啊 完全是大外宣的干将啊 就把她奉为上宾 但是物极必反 1966年文革爆发 斯特朗这个时候的脑子已经被赤化完了 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红卫兵 成了为数不多的加入红卫兵的外国人中的一个 作为替共党对外发声的红色记者 又有老毛老周的靠山 再加上他还带着红卫兵绣张 上了天安门城楼被老毛接见 所以斯特朗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也没有在中国被扣上美帝间谍暗藏特务什么的高帽子 遭到批斗 然而当他看到相识的高官老友刘少奇 陆定一等等一个个被打倒 社会是一片混乱动荡不安 一直在持续之中 老太太开始坐立不安了 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我在中国再也没有安全感了 好感已经被混乱不堪的感觉所代替 焦虑不安之中 1970年3月29号 斯特朗因为心脏病发作 医治无效 在北京去世 中年84岁 和他的偶像毛泽东一样 他没跨过中国人 赌信的73、84这两道鬼门关 提前去地狱等待六年后能够会面的老毛了 美国老太太斯特朗的故事讲完了 一生亲共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至死都没意识到 自己被共党利用得好惨 因为三观不够正 他也就无法意识到 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和所写的都是共党包装好的烂橘子 不是原装的史实 真实的共产党不仅祸害了苏联人 也祸害了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斯特朗虽然没有加入共党 但却一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共党帮凶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我们这个新频道算是个驿站 如果您信任我们 咱希望新老看官都能看过新片之后 有空去干净世界继续观赏我们的三百多集老片啊 我们可不像时政频道图个新鲜 今天过去明天就是旧文 七十大观的节目 因为是挖共党鲜为人知的秘料 您没看过的 什么时候去看都是新的 所谓叫常看常新吧 我们团队的两年半辛苦劳作的果实 都在那里等您摘取 对了 干净世界节目海了去了啊 墙内的看官想翻出来看各国大片 追共党屏蔽的美剧韩剧 也一定能一饱眼福 好 再次感谢各位看官订阅七十大观的新频道啊 小铃铛一提醒就来尝鲜吧 谢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集再见